一个灾难医疗队 他最不缺乏的 其实是专业医疗人士 但他最缺乏的是 所谓的后勤工作人员 那这些后勤工作 是需要有 知道灾难医疗队 在做什么的人 来帮忙他们去做 这个后勤的工作 这样子的队伍 他才有办法 在真正灾难的时候 去发挥他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比较没有想过的概念 因为我们刚刚一般 一般可能大家想到 大家好 我是沃草的萌萌 我是雪地 欢迎大家收听 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相信有在关心 这个民房议题的听友们 应该多少都已经注意到 目前不管是公部门 或者是民间开办的 这种民房课程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推广跟 学习急救相关的知识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呢 就邀请到 台湾灾难医疗队 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卫福部 部地桃源医院 灾难医学科的主任 萧亚文萧医师 来欢迎萧医师 大家好 我是萧医师 我们卧槽 这次推出的积极行动指南 其中一个段落 是在教大家 就是如何碰到受伤 或是需要止血 包扎等 紧急医疗的段落 其实我们有请教 协会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在我们的制作手册过程 也提供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那事实上 就是无论是 这个内政部的防灾室 或者是T-SER小组的培训 或者是民间开办的 一些大家有注意到的 防灾课程 里面这个止血 急救相关的知识跟实作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觉得今天开头 可能想要先 一起来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学这个 那如果遇到问题 我不就打119 或打110就好了吗 其实这样是 观念是没有错的 就是很多专业的东西 是要交给专业人士 可是这个紧急救护医疗 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发生这个意外 或者是当你受伤的时候 可能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 不会刚好就在你的旁边 他们可能要过很久 才会到你的求救的地方 去帮忙你 但是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假设你今天的情况是很严重 或者是那个人 你看到的那个人 情况是很严重 如果你没有帮他 做一些紧急的 适当的处置 可能这个生命 就会在你面前消失掉 所以我觉得 学急救这件事情 广义来说 你可以去帮忙别人 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也有可能 会帮忙到你自己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次去那个 东风铁马道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他在交着的时候 人车很多 台中那边 台中对 然后那次 我就是去骑铁马 我就去撞山壁 我自己去撞山壁 不是 我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就撕山然后这样 然后呢 我就额头 非常大的一个撕裂伤 我当场就血流如注 大家在那个交着的时候 其实喝很多 然后那个救务车要进来 救人要进来 其实他会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可能会被卡住进不来 因为我自己有学过这些急救 所以我当场就把 我自己的急救包打开 然后我就自己开始做 加直血跟爆炸 所以真的还有带着那个急救包 只要有技能 急救包也要带着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今天换做是 其他的民众 他刚好有学过这件事情 也许他就可以帮忙了他自己 就去做一些急救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好介绍 萧医师的那个背景 他其实有一个协会 叫做 名字很复杂 大家要记一下 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概念就是 有期待有一个东西叫做 灾难医疗队 然后要怎么让他发展 所以萧医师 刚刚那个骑脚踏车受伤的 是这个起心动念 让你决定要发展这个组织吗 但我们协会发展 其实是有他一个历史 那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系 因为我本身是急诊医师 然后我从事很多年的 灾难医疗的 就是一些教育训练 跟实际的救援工作 那当时会发展这个协会 是因为希望可以让更多 不是在体系里面的一些 所谓的社区的力量 一般民众的力量 也可以进到这样的 灾难医疗队里面去 一个灾难医疗队 他最不缺乏的 其实是专业医疗人士 但他最缺乏的是 所谓的后勤工作人员 那这些后勤工作是需要有 知道灾难医疗队 在做什么的人 来帮忙他们去做 这个后勤的工作 这样子的队伍 他才有办法 在真正灾难的时候 去发挥他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比较没有想过的概念 因为我们刚刚一般 可能大家想到就说 最稀缺的资源 是什么医护啊等等 但我觉得刚刚 小叶是提到一个 后勤 灾难医疗队的 后勤也很重要 会是像什么样的情境 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资源 是 因为我们都讲 提到灾难的时候 代表的就是 这件事情 他已经大到 不是你平常的 一些应变的方式 就可以去应付 或者是平常的资源 就可以去应付 他可能就是 我要用很多外来的资源 请别人来帮忙 的时候 他才会去启动到 这样的一个队伍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人 在除了他原本 平常的工作之外 就是再去投入更多的事情 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刚刚我们开始之前 有稍微先聊天到 说像以前一些 救难的经验 就是好像说 这个医院 或者是行政部门 想说 反正我就把医护丢到 这个灾区 就耍 就没事 后来才发现 其实会有很多 很多没想到的问题 对 因为大家很直觉 就是当我今天 需要医疗资源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 我需要医生 我需要护理师 或者我甚至需要一些钥匙 可是你没有想到是说 这些人 他去灾区工作 他不是他平常的 上班下班 回家吃饭 他可能需要地方住 他可能需要交通工具 去到那个地方 他可能需要人去帮他 做一些 维安保全的事情 那你不可能 叫医生 护理师 他一边又要帮忙 又要急救 然后救人 然后一边他要 自己去搭帐篷 然后自己去煮饭 然后他自己去开车 或者是做一些 保全的工作 他们需要去做 他们自己很专业的事情 对 所以 后勤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以前 大家比较少会去 重视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这些 医护人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 也是需要有人去协助 然后这样他们 才能发挥他们的专业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是蛮重要的 的确 那因为比如说 如果发生了这些 重大的灾难 比如说地震 强烈台风 或者是我们最近 积极行动指南 在谈的战争 如果是这种延续 然后持续性 并且改变日常生活的灾情 可能就会超过 这个地方消防体系的 负担能力 或者他们可能就会超忙 到处跑来跑去 我觉得这也是 刚萧尔斯提到 为什么要有医疗发展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像我们前几集节目 都提到一些像 防灾室 或是一个叫T-Cert 社区紧急应变队 就是我们前段提到 那个概念就是说 因为如果这个灾难 真的大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我们原本想像 一般生活中 如果是只有你家 一个单位 比如说公寓失火 你可能可以期待 消防体系既有的系统 来去参与应变 有消防 有警察 等等的 但是如果今天 真的是比较大型的 中型大型的 你可能整个社区 或是那个行政区的 消防警察 医护就会 overload 所以如果社区内 就有人 或是有不同技能的人 具有这些基础的 急救技术的话 其实就可以刚刚提到的 在最需要的时候 就有人能够做 第一线的止血 救护等等 至少在第一时间 可以分担掉 很大部分的 公部门的一些压力 因为聊到这个 我觉得我刚好 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我个人观察起来 好像这几年 台湾在推 有点像要让大家 自己稍微 日常生活中 可以做一点事 因为我注意到就是 有蛮多什么AED的设备 对不对 就是好像政府 也有在推这种 比较日常 让大家可以协助的 是这样子吗 AED应该是台湾 最早把所谓急救 这样的概念 引进社区 就是CPR加AED 因为这个大概是 全世界最早有制度 教一般的 所谓非专业人士 去做急救的一个 它有个非常完整的 一道训练机制 跟很好的一个 施救的流程 跟教育的模式 所以当时台湾其实在 十几六十年前 其实就开始 引进这样的一个 制度跟这样的设置 但是它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你学CPR AED很好 因为你在 你可以把一个人 从死神的手里 救回来 它其实 第一个 它发生的几率 其实没有那么高 对 然后呢 那个设备 其实它需要 不小的经费 就是那个东西 它其实很贵 那第三个就是 这些人他救回来之后 他其实后面 会有很大的 就是后续的 医疗招呼的资源 需要再投入进来 其实当时我们也有提过说 为什么 如果说我们 这种贵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去做了 为什么像这种 包扎止血 这种简单 又不需要花很多钱的事情 不能引进来 然后大家同时也变成 就是教一般的民众 去做这些 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实际 而且可能你学了以后 使用的几率 相对是会比较高 而且你就真的可以 不仅包到你自己 甚至有机会 去帮到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AED的引进 是让社区的民众 开始接触 及就训练一个 很好的入门机制 那现在应该是 借由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外伤的这个部分 让它也进到社区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 就是整个社区里面 民众的紧急医疗 或者是救护 或者是自我的健康的 保护照顾 它那个完整度会更高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跟想法 这个确实 我们这也没有想过 有看到那个AED 我们可能就觉得 这个很棒 就good enough 好酷喔 有一个东西 但是其实就刚刚 我认为夏依侍提到 刚才就是 我们有把这硬体的 比较贵的硬体设施 备好放在那里 但是更多人的技能的 比如讲说软体 我看说这个教育的训练上 却好像没有跟上 那个可能才是 更多情境会碰到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 比较日常的技能 因为像刚刚校医师 举的例子 可能就会是 我们大家相对 可能都比较会遇到的 但可能大家不太有机会 用到AED 最好也是不要用到 但如果小受伤 可能大家难免都会遇到 那我们这个 卧槽积极行动指南的第三章 其实就有介绍一些 关于伤势啊 然后生命真相评估 等等的这种基础资讯 那如果面临这个 立即的生命危险 那其实就是 必须立刻的抢救 那这边就想要请教校医师 面对这种 比较重大的可能灾难 一般人 校医师会推荐 要具备怎么样的 急救知识 或者是基本的技巧呢 比较大型的这种灾难 它其实会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天然的灾害 就是风灾水灾地震吐石流 那一个就是人为的灾难 比如说交通意外事故啊 工厂的事故 或者像那种 就是战争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比较属于人为的 不同的灾难 它其实会有不同的受伤 或者是灾病的一些状态 形式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 有些东西是共同性的 第一个就是 一般民众如果要学 就是在这样的灾难情况之下 就是要学哪些 紧急救护的技巧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我会提醒大家去注意的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样避难 就是你自己的安全 然后避难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通常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 会有所谓的急性的伤口 伤害的照顾 急性的伤害照顾 大概最多的就是 比如说你骨头断掉啊 肌肉受伤啊 或是你有一些伤口出血 一般民众可以做的 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你赶快去把这个 止血的东西把它止住 不要让它再继续流血 然后可能骨头断掉 歪掉的 可能想办法 做一些简单的 把它固定住 让它的这个患者 他不会再疼痛 或是后续要搬运的时候 你可能会比较方便 另外一个就是慢性 就是这些伤口 它有可能 如果你不好照顾 后续可能会牵扯到 就是一些感染的问题 其实另外一个可以学的是 怎么样去让伤口 把它清洁干净 然后把它包起来 这也可能会比较难 但是我觉得 其实只要学过 应该都是可以做 至少你知道 你看到这样的东西 用水把它冲掉 听起来是一个很痛的 一个动作 或是我觉得 大家日常学会 这个也很有用 比如说我脚踏车摔倒 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受伤本来就会痛啊 对 是肯定痛 我印象很深刻 小时候那个 被双氧水这样冲 很可怕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去 尽量的把它冲干净 清创这样子 没有到清创那么严重 至少要把一些脏的东西 从你的伤口去把它清洗掉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学到一点点 如果说再更进阶一点点 应该可以知道 怎么样去做一些 传染病的预防 应该说灾难之后 很多时候 因为人会聚集在一起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 一些传染病会发生 所以你要知道 怎么样去减少 这样的传染跟被传染 然后另外就是 可以学一点 简单的心理的支持 同样是灾民的人 怎么样去陪伴他们 互相支持 然后度过这个 比较困难艰苦的时间 然后搬运的技巧 我觉得这些都是 一般民众 其实它不会很难 你学过 应该都是用得上 而且可能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都可以派上用场 这听起来是一个 很大的工作 就偷偷说一下 就是在握手最初的 这个积极行动指南 我们都大概提到 但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 想要学习更多 更完整的 可以去找 可以吗 我们可以去找这个 台湾灾难医疗队发散协会 欢迎大家 对 都可以去搜寻 他们相关的一些资讯 可以去学习 我觉得很感谢 刚刚小医师提的点 其实都是非常务实的 而且大家应该 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想象得到 就不是说很远啦 然后也是可能 一般个人也可以做的 对 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只能打119110 或者干脆躺平这样子 但没有 我们就是每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 都有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刚刚小医师提的 其实后勤也是非常重要 对 就如果大家真的 有兴趣多了解的话 就是欢迎跟协会多联络 然后去了解 他们在做的事情 对 那提到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注意到 一个蛮重要的事 就是这几年 其实不管是 官方消防署 跟民间单位 其实都在推这种 在地化社区化的 紧急应变团队 那肖医师在 今年初 日本人登半岛 发生地震的时候 好像也有 跟协会的同仁 一起参与救灾的工作 这样子 对那协会好像平常 也做蛮多教育宣导 跟课程的培训 对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想要 请教肖医师 肖医师觉得 或者是说 在里面上面 协会的里面上 为什么需要推广 这个灾难医疗应变团队呢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 有他的专场 可是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 我们接受同样的训练 可是我可能 专场的是这个部分 你专场可能是 特别另外一个部分 那如果今天 我单兵作战的时候 跟我们一群人 受过训练的一群人 结合在一起 可以做的事情 跟发挥出来的力量 就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都去上T1 科或他去学 基本的急救训练 或甚至比如说去学防灾事 但他都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可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单一的个体 不能说他没有用 而是说 如果我可以把很多的 单一个体组在一起 他变成一支团队的时候 他的发挥的作用会一加一 可能大于二更多 我以前小时候上学 会学过说 跟筷子很容易就折断 现在一把我就不容易折断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当一个team的时候 第一个能够成为一个team 他就会有所谓的 指挥架构出来 有一指挥架构出来之后 我就很容易 或者是我更有效的 去可以去分配这些人 或是让这些人 可以去发挥他的专场 让他去做他 很专门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 因为有一个团队 我就可以提供 适当的保护 对外 或者是对其他的单位 我可以用团队的立场 去跟其他的单位做沟通 这个会让团队 他可以得到 更多的一些保障 有团队 队友跟队友之间 可以互相支援跟支持 所以这个其实在 面对灾难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你可能 也许让你做一天两天 这样子的在灾区里面工作 你可能觉得你还OK 可能当你要进去到 第三天第四天 假如今天没有人来 跟你替换工作 今天假如今天没有人 在旁边稍微支持你 或是鼓励你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会 奔闹 而且可能后续 你可能就再也不想去 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一个人可以 也许可以走得很快 但走不远 是是是 没有错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 因为就能登半岛 这次的这个地震 然后团队有派出这个队伍 去救灾 那可以我们说一下 所以你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种组成的这个小队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 是 因为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战难应变 他有时候会很需要讲时效 但你一个队伍要动得快 第一个你平常一定要准备 第二个就是说 你人要少 如果今天我要出一个 五六十人的大团的时候 光我把这人聚集起来 我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很有效 快速的抵达灾区 开始去部署 或者是开始去做我们的 这些所谓 战难医疗队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需要先有一支 叫做先前小组的队伍 那这支队伍 他的工作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他要能够到得了灾区 平安的到得了灾区 第二个就是 他要有办法能够 跟灾区当地的 所谓的已经在应变的 这个指挥的整个体系 他能够连结 第三个就是 他要能够收集 适当的一些资讯 给后面要再进来的队伍 尤其是医疗端的队伍 他知道说 我可能要进来 我需要带什么样的装备 或什么样的人 进来这个灾区里面 再来就是 他要在灾区的时候 也可以适度地提供 一些医疗的处置 因为灾区就是需要医疗处置 所以才会有医疗队进去 在最初期的时候 他也要具备 能够提供这样医疗处置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队伍的组成里面 就会有医师 护理师 或是救护技术员 然后我们会有 所谓的后勤工作的队友 小的话大概就是四到五 就像我们这次去日本 然后大的话 可能会可以到十个人左右 就像这次我们的队伍 也有到花莲的这次地震 我们也有先前小组 也过去帮忙 他就 他的人就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人员的专长 大概就是包含这几类 所以这次去日本的话 还需要翻译对不对 对 对还需要翻译 这真的是一个人搭功 我另外想要问一下 所以因为有去 尤其这很近的几个月的时间 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跟他们碰撞 跟在台湾自己花莲的 这个地震的状况 有什么差别吗 但最大的差别就是语言 需要多一个翻译 在台湾不用 还有就是地形地物不熟悉 因为去日本 虽然你知道说 它是一个观光旅游地区 可是很多的小路 或者是很多的地形地市 其实是你不熟的 在花莲 虽然说它已经经过地震 可能一些道路是中断调 但毕竟你还是在地 就是还是在台湾里面 那你比较容易找得到 在地的人 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 那另外一个差别是 我们这次去日本 它很单纯的 因为我们去就是医疗队 他们的医疗队伍 跟搜救是分开的 我们那次去是很纯的 就是看到都是医疗端的 他们的 在那医疗队的一些应变 协助的 大部分是这边的工作 那台湾这次是 比较重在搜救 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 在这次的地震里面 其实并没有受到 太大的影响 所以它会比较重在 是搜救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医疗 是跟搜救在一起 所以主要是搜救为主 医疗是为辅 所以这是两个 看到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不同的体系 医疗体系跟搜救的体系 它基本上文化就不太一样 那文化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在现场的一些作业 方式跟准则 就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协会 另外的一个理念也是 我们要有弹性 有弹性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我今天是 纯的医疗 或是我今天是 面对搜救的医疗协助 我都有办法去找到 我自己的定位 然后让我这支队伍 它能够发挥 它应该要有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自己的期待 刚刚听起来 还有一个好奇 就是比如说 讲到说有护理师啊 医师啊 然后有后勤的伙伴 翻译啊 那因为医师护理师 可能平常他们就是 医师护理师 那我们就会有点好奇说 那后勤或翻译的伙伴 平常就是协会的 正职工作人员吗 还是他们有别的工作 协会没有正职的工作 不好意思 我们是小协会 我们成立到现在才七年 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 part time的 平常的时候都是 有各自自己的工作 活动的时候 就有像这样的 勤务的时候 才会把大家召集回来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医疗端 除了我们自己的 协会的伙伴以外 我们会跟医院合作 因为他们才有办法 提供刚刚我讲的 不缺的医疗人员 这些医院的医疗人员 他们缺的是 后勤的人跟物资 我们的做法是 你们出人 我们出东西 负责把你们 载到灾去 然后我们协助 让你有办法在那里活下来 去做你的医疗的工作 所以协会会出后勤的部分 对我们是出后勤 把灾难现场 需要的那些资源 给set up 对 让那些医疗人员 他可以去专心的 做他医疗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 我们好像之前 比较没有想象过 确实很重要 但是没有被投入的 一个工作 这其实就是很务实的 想到执行 或者是真正像 医师这样子 去面临执行命的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这个是必须要有人 来好好组织 好好做的事情 刚刚讲到这种 对的方式 我觉得蛮像是 比如说我们打电动 或者是 大家熟悉的一些 没错没错 对没错 要有法师 要有补的 要有各种 玩弄要打这类的游戏 要有各种角色 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 需要有各式各样的角色 大家互相帮忙 所以这其实也是 社区里面的人 他其实可以学 或者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大家如果觉得 可能这个医疗专业 就算比如学了急 就不一定敢做 但至少后勤 应该是大家 还蛮有机会 可以参与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 现在也想到一个 因为我们在推 这个民房啊 或者广义的 灾房的这样概念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也都 离求学的阶段 有一段时间了 对有一点距离的 我们离开学校系统很久了 那我们自己的印象 好像以前最多学的 就是什么那个 安妮 然后去按压那个 我可能比你更久 以前好像会学CPR 但是我的年代没有 对 所以那个其实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学校的系统 学得怎么样 我们自己在推 用民房这一题的时候 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学校教育 一个是很重要 那再还是 还是有很多 不够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就 小医生您的观察 或者理解 目前学校教育这段 提供的 不管是教育 或者是相关的资源 是够的吗 够不够我不敢说 但至少我有看到就是 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 开始有重视这样的事情 那开始会去 在课程里面去放进 这些所谓的急救的概念 或者是灾防灾的一些概念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课程 或者很多的学校里面 在做一些演习跟演练 那你如果问我够不够 其实我是觉得不够的 那我觉得不够的原因在于 为什么 因为就是 常常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受个伤 手指头被画了一个小伤口 然后你就会跑到急诊室 有时候我就会 跑去保健室 是是是 我觉得至少我们的健康教育 这一块 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够 就是我们的民众 还不太能够照顾自己 当你连照顾自己都不太会 我今天教你说 你去要去做急救啊 当你碰到人受伤的时候 你要去给他做施救 我就会觉得困难 就是你可能去学的时候 你觉得很认真 可是真的要叫你去做 也许你可能不容易做出来 因为你照顾你自己都不会了 你怎么有办法 有那个心或那个态度 去照顾别人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第二就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孩子 实在有点辛苦 就是求学过程当中 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对 那你光学课的东西 就已经就觉得 我就觉得 天哪 一大早比我早出门 然后比我晚回到家 然后整个那个学习过程 真的东西太长太多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去学 就可以了 就什么都放进义无教育 好像也 对 就觉得好像有点 到时候就是大家都累了 这个东西如果变成说 考试会考 大家就没有兴趣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说你要想办法 让他变成一个文化 那如果说今天 它是一个文化的时候 其实不用在学校教 你就会很自然的认为 这件事情我应该要回 也是 我觉得刚刚肖艺师提到 这个概念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整理各国啊 对于这种民房或是房子 这种知识的时候 他们其实应该是瑞典吧 或是像纳托维亚 他们这些北欧国家 他们其实有强调一个点 我们可能一般会想到说 这些社会福利国家 应该都很强调说 政府大政府 他们很快会投入资源 去救援每个民众等等的 但后来发现 我们查他们这些资料并不然 他们其实告诉他们民众说 如果你碰到大型灾难 你的前70个小时 你自己要救自己 因为政府是不在的 但是我很难想象 就是说台湾 台湾的政府 有办法跟人民讲说 没有你发生灾难的时候 前72个小时 你要自己救自己 会被骂爆 好像 我们的政府 应该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告诉大家 好像我们还没有刚刚提到 这个氛围 让大家觉得说 有些时候 我必须自己要先站出来 才有办法让更多资源 更有效的去被运用 那因为刚刚聊到说 好像不可能 什么都放进学校教育里面 就是第一个学生会觉得很烦 然后再来也没有时间 或者是放进学校教育里面 可能就反而让大家没有兴趣的 那如果不管是像我们这种 可能求学时候 这个CPR的学校 也没真的很认真 假如有的学校都借去 他上数学课 所以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 有借去上数学课吗 数学课你们也没在上 我们可能会数 就是说什么 如果什么测心跳 15秒是几下的话 那一分钟是几下 这个也是算神经 好的 对就是比如说 如果是这种 没有学过的啦 或者是以前在学校 觉得很无聊 但现在又觉得很重要的啦 那校医师有建议 大家可以透过 什么样的管道去学习吗 其实台湾现在目前 学这个管道 其实还挺多的 就是你随便打个CPR 加AD的训练 就是应该会啪啪 就会出来一大堆 消防局有提供 而且是免费的课程 这个我知道 因为这是 全台湾的消防局 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卫生局 他们会定期 每年会有经费预算 会去编这样的 一个训练课程 然后再来就是 很多的民间训练的团体 其实都在推这个 CPR加AD的 如果你问我说要学 CPR加AD 我觉得这个管道 非常非常的多 在台湾 这两年应该也 比较多 就是开始会教大家 去做知学的部分 那很多 现在很多的单位 都在做这样的 一些训练课程 很多的协会 就是跟 紧急救护相关的协会 其实都有在 推这样的课程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公家的资源 如果有 其实你可以去应用 因为第一个 那相对来讲 它的品质是 会相对比较有保障 就是交出来的东西 比较不会有偏差 或是有问题 冤有头再有主 找得到人 那第二个就是说 能够去稍微看一下这些 授课单位 它的一些教官的资历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们自己 还是有发现 就是直学 这个动作听起来 好像没什么难 什么就是压上去 或是直学在绑起来 可是它中间 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假设你没有教好 可能会让这个动作 反而变成去伤害到 这个患者 对 所以找到真正 合格的教官 或者是 有口碑的训练单位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 比如说教官 我们要看他有什么证兆吗 还是什么 是 最好就是他要能够 就是医护相关背景 是最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他 因为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 所谓的高级救护技术员 训练出来的 不管是消防的 或是民间的 高级救护技术员 至少这些人 他有经过 国家的一些考试认证过 那他们可能相对 教出来的东西 会比较 正确性 会比较高 一些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或者是说你去看一下 他是有跟 政府单位有合作过的 比如说他常会去支援 政府单位的一些活动 或者是训练课程的 这样的单位 我觉得 基本上至少 政府帮你把关过了 所以这样也是 我觉得也是比较 OK的单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这样听起来还不够 对啊 他选其他的呢 对 我们协会其实也有 办相关的训练课程 那我们也有 我们的伙伴 他们有就开 T1T2的课程 那我们也有跟医院 有合作一些 急救教育训练的课程 那我们这两年自己做的比较大的一个活动 是Applied AIT 他们有提供的一个 就是人道援助的一个训练计划里面 他就是在做社区民众的急救教育训练 这个是我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援手计划 援助的援 然后手边 援手 伸出援手 伸出援手 对对 不是小叮当的那个援手 伸出小叮当的援手 感觉也蛮可靠的 我们的援手 手是要张开的 要张开你才有办法去救人 不管是要做CPR 或是包扎直询翻译 你需要有手指 对对 如果手握起来 就没有办法帮到别人 所以我们是援手 伸出去是 手指头是要打开的 那我们的这个援手课程 从我们从2020开始 就是在台湾的几个县市 办你这样的活动 我们在三月刚完成 就是在嘉义的活动 是我们的第九场 那我们这个课程活动 主要针对的对象 就是社区的一般民众 就是你不需要 是很专业的医护人员 你只要对这个有兴趣 你想学 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 就会教大家 像我刚刚之前讲的 我们会先教你 怎么样安全的避难 注意自己的安全 还有你要去施救着 那个人的安全 环境的安全 怎么去做包扎直血 或是怎么样使用直血带 你怎么保护你自己 那么我会教你 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快死掉了 他是需要被协助 然后我们会教你 怎么样去搬运 把这个患者 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最后 会有一个大量上完的 一个演练 就是让大家 在你这一整天 上完的学到这些技巧 在最后的一个 大型演练里面去 让你去施技的应用 然后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像很多人都受伤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去做一些施救的动作 听起来有趣 所以我如果要找 哪里有这个元首 还会不会再办相关课程 我们的计划 其实到今年是 应该就是结束了 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年 然后我们还剩下 三个场次 预计会去马祖 但是大家应该 比较没有机会去 然后另外就剩下 新北跟台中 这是我们今年度 最后两个 应该是比较大的场 报名还有名额吗 还没开始 我们还没开始 因为我们的课程开放 都很容易就是秒杀 因为我们没办法训练太多的人 第一个是因为人太多 我们训练的品质 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去掌控到 所以我们大概都是 在确定的之前 大概一个月 两个月会开始 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会公告 所以大家密切注意 台湾灾难医疗 对发展协会 发展对 脸书粉丝页 对快点 现在按赞留言分享 对请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 赶快先立刻去追踪 台湾灾难医疗 对发展协会 协会的粉丝页 像我们刚讨论半天说 要怎么搜寻 就赶快follow协会 就对了嘛 对不对 消息师太可奇了 赶快尽量广告 不过都秒杀 可能大家也不已经 想得到动作要快 不过我们当时 也是想到说 因为这样的课程 大概很难 就是单一个协会 就有办法 把这样的东西 落实下去 所以我们那时候 想法是 我们会借由这样的活动 把这样的课程的理念 还有他的训练一些内容 带到那个县市 然后我们交由县市的 当地的教官 他们的救护教官 让他们再把这个东西 再就是散出去 这样才有办法 就是让这个活动 训练的课程 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 而且更在地化 因为训练出来 这些人是社区里面的人 他们碰到问题 他们碰到 但是他们需要去 救的是 他们自己社区里面的人 他们要去合作 或是协力的是 他们社区里面的 这些消防 或者是救护人员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他应该要 就像刚刚提到 他是要被在地化 所以原来上 各个县市 就可以有这些 种子教官 然后可以就是 散出去 这个听起来 真的是很重要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现在台湾 很多人 其实我们慢慢发现 这几年 大家其实很有心 想要学习相关知识 也许是过去 在学校教育 发现说好像 觉得很应该重要 但是都被拿去上数学课 现在发现说 到进了社会 才发现说 这个真的很重要 包括国际情势等等的 发现真的用得到 但是如何要去 找到对的 这个课程去学 这个是另外一个 大家需要自己小心的 也不能够随便找老师 就随便学 说不定会 反而会伤到自己 对 所以刚 结论听起来就是 可以上网搜寻 紧急救护吗 是搜这个关键字吗 还是搜紧急救护 训练课程 然后请大家要注意 这个教官要有相关的证照 或者是有跟政府合作过 这样子 会比较安全 其实每次就是访问到 这些实际投入 民房工作的学者 或者是专家 我们都觉得蛮感动的 也很感谢 就是因为有像萧医师 这样子 就是真的投入民间 然后真的投入 去训练大家 所以我们就 有越来越多 这类的知识的推广 我觉得这也蛮感动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在做推广民房 就是大家可能要为 可能的战争 或是灾难 做准备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是会提醒自己 说我们这样子跟 比如说 可能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比较威权一点的 这种政府体制 这样去叫大家 好像吓大家 有什么差异 我觉得我们 这种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现在 很多都是民间单位 发起由下而上 不是说政府 这样也说 你要做什么 每个人被逼着要做什么 而是 就像有些像 像卧槽 或者像这个 像萧医师这样子 我们觉得 好像有些事情 很重要 政府没有做 我们自己来做 或政府做的方向 不一样 那我们有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是政府 他的可能还触及面 没有办法 他都没有办法 那么全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民间 或社区的力量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地方 把它补起来 先伸出元首 是是是 补出那个元首 没有补出那个漏的洞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社区的这个防护 或是任性 对 变得更强化 这也是就是 这几年好像一直在讲的 台湾要成为 更有任性的社会 我们是民主社会 然后民主社会里面 有民主社会的特点 像刚刚讲的 由下网上 由协会 由民间去 补足政府这些事情 好像这几年 其实也有蛮多这种 日本跟台湾的联系 因为最近 这个花莲发生地震之后 日本就 也蛮关心台湾的 就像台湾也蛮关心 日本一样的这样子 好像也有蛮多 这种跨国救灾的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这也是一个很好 怎么讲 民间外交吗 虽然这好像并不是说 并不是期待说 大家总是发生 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个也更能够看出来 其实台湾要怎么 参与国际 或是被国际看见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是 在这个技术上交流 是有助于提升 彼此的能见度 还有各种 如果真的在发生 其他种大型灾难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 有这样的合作经验 其实是很重要的 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我们肖医师 肖医师长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需要未来 我们可以跟肖医师 或是跟这个台湾灾难 医疗队发展协会 没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谢谢 谢谢萌萌 谢谢薛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还是很难记 台湾灾难 医疗队 因为重点是医疗队 对 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谢谢 我是好平方 跟我什么事 是一个讨厌 灵防疫体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灵防疫体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防疫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握上文章链接 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 握上Facebook IG TOOB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